各位中级的学员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23章政府会计 那这一章呢是今年重新编写过的 内容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在课程当中呢 会针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业务进行讲解 那有很多同学一学到政府会计呢 总是想放弃这一章 但实际上这一章呢 它是一个送分的章节 只要你学了认真学了 你就能够学会就能得分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 它的这个知识点比较生僻 而轻易的放弃这一章 我们首先来看政府会计的概述 那这里我们首先关注一下 政府会计的核算模式 政府会计呢 包括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 它的核算模式呢 就是预算会计财务会计的 适度分离与相互行迹 那这里呢 我们重点关注适度分离 这块涉及到三个双子 第一个双功能 我们预算会计这边呢 要通过预算收入 预算支出 预算结余 这三个是预算会计的要素 那反映和监督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那么财务会计这边呢 通过资产负债净资产 收入和费用 这五个会计要素 反映和监督政府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运行情况 这就是我们说的双功能 在这个双功能当中 大家要关注两边的会计要素 那我们再来看双基础 预算会计一般采用的是收复实现制 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而财务会计呢 我们实行的是全责发生制 那最后一个双报告 对于预算会计 我们编制的是政府决算报告 所以它是以收复实现制为基础的 是以预算会计核算生成的数据为准的 而财务会计这边呢 我们编制的是政府财务报告 所以它的编制是以全责发生制为基础的 以财务会计核算生成的数据为准 好三个双你要关注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提示 在政府会计核算模式下 政府单位应当对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进行平行记账 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于我们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 现金收支业务 我们在采用财务会计核算的同时 应当进行预算会计核算 两边都要核算 但是对于其他的业务呢 我们仅需要进行财务会计核算 所以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现金收支业务 两边都要核算 其他业务我们仅需进行财务会计核算 那这里我们提到的现金主要是指什么呢 就是单位的库存现金 以及其他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款项 像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财政应返还额度 这俩带额度的都属于现金啊 以及通过财政直接支付方式支付的款项 好 这块我们后面讲账务处理的时候 都会涉及到 你先知道它们都属于现金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多选题 下列关于政府会计核算体系说法 正确的有 来看A 财务会计主要反映和监督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对不对呀 很显然不对呀 那这是预算会计的功能 对不对 再来看B 预算会计实行收付实现制 这没问题吧 C 财务会计实行全责发生制 也对 最后D 政府会计主体应当编制决算报告和财务报告 其中决算报告 主要是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 它是预算会计这边编制的 当然是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所以正确的是BC第三个学校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政府会计要素 那这里我们前面是不是其实已经提到过了 财务会计要素包括什么 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费用 那这里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 资产和负债这两个会计要素的计量属性 资产的计量属性呢 我们一般是采用历史成本计量 如果重置成本限制公寓价值能够持续可靠计量的 我们可以采用这三个计量属性 那如果无法采用其他属性的 那我们就采用名义金额人民币一块钱计量 那对于负债呢 一般是历史成本计量 那如果说限值和公寓价值能够持续可靠计量的 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两个计量属性 那么对于预算会计这一块 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它采用的是收复时限制 对不对 所以预算收入预算支出 它们都是在实际收到时 或者实际支付时 以实际收到或实际支付的金额来计量的 好 那我们的会计要素就说到这 来看一下 19年的这道多选题 下列各项属于政府预算会计要素的有 这不就是送分的吗 预算结余 预算收入 预算支出 ABD 好 我们再来看20年的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属于政府会计中资产计量属性的 有谁呀 我们刚刚说有谁来着 历史成本 重置成本 限值 公寓价值 然后 如果说无法采用上述的计量属性的 我们是不是明义金额呀 对不对 所以ACD都要选 有没有可变现净值 这里是没有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一块我们选的就是ACD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政府单位特定业务的会计核算 首先第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业务呢 就是财政拨款收支业务当中的财政直接支付 比如说我们这个事业单位当月发生了水费5万 财政给你掏了这笔钱了 如果财政是直接把钱打给供应方 打给自来水公司 这就属于财政直接支付 那么大家想想 我们在发生这个支出的时候怎么处理呀 首先你这个水费是不是我们当月的费用呀 所以我们财务会计这边呢 借方是要给他寄到费用科目当中的 那么代方呢 这笔钱我们并没有自己掏 对不对 这笔钱是财政给我们掏的 这不就是我们的一笔财政拨款收入吗 所以代方我们是要确认收入的 那我们前面是不是提到过 对于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现金收支业务 我们财务会计要核算 预算会计也要核算呀 但是对于其他业务 仅需进行财务会计核算 那这里是不是属于 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现金收支业务呀 我们前面在讲现金的时候 最后是不是提到了谁呀 你看一下我们前面那个提示啊 我们前面在讲现金的时候 最后就提到了 现金也包括通过财政直接支付方式支付的款项 所以这里是不是就属于 涉及到了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现金收支业务呀 那我们财务会计核算完 预算会计也得核算吧 那预算会计怎么核算呢 预算会计的分路可以由财务会计的分路推导出来 那么借方你这个费用我们对应的是预算会计当中的支出 代方你这个收入加上预算两字 我们代计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这就是我们预算会计的核算 好 那发生支出我们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年末的处理 如果到了年末 我们的预算指标数大于了实际的支付数 那这个差额怎么处理 你比如说我们当年的预算指标数是100万 我们可以花100万 但是我们实际只花了80万 那没花的那20万怎么处理呀 这既然是当年的指标 那我们财务会计就应该在当年确认财政拨款收入 所以代方你确认财政拨款收入 借方呢 你还没花这钱吧 这就是财政应返还的额度 那金额20万 所以这个财政应返还额度 我们前面讲现金的时候是不是也提到了 两个带额度的都属于现金 这就相当于是你能花的钱 对不对 那既然这个额度代表的是现金 那我财务会计核算了 预算会计是不是马上也得核算呀 那我们的分路怎么推导出来 代方的收入还是加上预算俩字 你借方这个额度不就是现金吗 对于所有的现金 我们在预算会计中都替换成资金结存 明白吗 这就是我们预算会计的分路 所以年末如果预算指标数大于了实际支付数 那我们的差额就怎么处理 那等到下一年我们花这二十万的时候呢 哎 你花这二十万的时候 借方寄到费用等相关的科目 代方呢 既然花了 那就没有财政应返还的额度了 代方我们充减财政应返还额度 那这就是我们财务会计的处理吧 那你一看分路 分路里是不是有额度就是有现金呀 那么预算会计也得合算吧 那我们怎么推导 你借方的费用换成支出 代方额度是现金 现金就换成资金结存 这就是我们政府直接支付方式下 我们包括的所有的账务处理 好 来看一道例题 19年的4月9号 某事业单位根据经过批准的 部门预算和用款计划 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支付 第三季度的水费十万五千 那么4月18号财政部门经审核后 以财政直接支付的方式 想自来水公司直接把钱打给供应方 对不对 支付了水费十万五千 那么4月23号 这个单位就收到了财政直接支付入账通知书 所以我们怎么做处理呀 首先是不是我们借方要给他寄费用呀 这里是寄单位管理费用了 那代方呢 这是财政给我们掏的钱 所以我们财务会计要确认财政拨款收入 那这里预算会计是不是也要处理呀 只要是通过财政直接支付方式支付款项了 这都属于我们说的现金 那预算会计怎么做 贷方的收入加上预算两字 借方的费用换成支出 好 接着往后看 19年12月31日 某行政单位财政直接支付指标数 大于了直接支付实际支出数的金额是10万元 也就是有10万块钱没花呗 那么这10万没花的钱 我们怎么做 财务会计这边 因为它是当年的指标 我们是不是要确认财政拨款收入呀 你要在当年确认收入 那借方呢 这还没花呢 所以这就是财政应返还的额度 那看到额度不就是看到现金了吗 预算会计得合算吧 借方的额度换成资金节存 贷方的收入加上预算两字 好 接着往下看啊 我们到了20年的1月15号 该单位以财政直接支付的方式 购买了一批办公用的物资 那我们花的这个钱 他说了是属于上年的预算指标数 就上年的10万块钱 那么他花了多少呢 花了5万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处理 既然买回了办公用的物品 我们借方即库存物品增加5万 贷方呢 花了5万 我们财政应返还的额度 是不是就减少5万呀 财务会计做完了 那预算会计呢 你花钱了 这是不是就是支出呀 借方即行政支出 那贷方呢 你这是额度 那就是现金 我们换成资金节存 好 这两道例题做完了 财政直接支付 我们就说完了 来看一下21年的这个多选题啊 20年12月31日 假行政单位财政直接支付指标数 大于了当年财政直接支付 实际支出数的金额是30万 30万没花 对不对 那么到了1月20号 该单位以财政直接支付方式购买了一批办公用品 他用的是上年的预算指标数 支付给了供应商10万 好 问我们会计处理正确的有 那这道题是不是就跟我们前面的例题一样呀 你没花这30万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年末要把它确认为20年的财政拨款收入呀 然后借方计财政应返还额度 这是财务会计的处理 对不对 预算会计代方式变成预算收入 借方呢 那个额度换成资金结存 那么等我们花这个钱的时候呢 你到了下一年的年初 我去买办公用品的时候 那首先借方是不是计库存物品增加10万呀 代方我们花了10万 应返还的额度就减少10万 那预算会计呢 这个额度就是现金 换成资金结存 那你花钱了 我们借方要计支出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块花钱时的处理 那你看一下根据分路 谁是对的呢 首先是不是减少了应返还额度10万呀 你充减了10万吗 然后呢 库存物品是不是增加了10万 借方计了库存物品10万 然后增加了行政支出10万 对不对 借方计了行政支出10万 然后减少了资金结存10万 那你看我代方计资金结存 不就是资金结存减少10万吗 所以ABCB都是正确的 所以这块其实只要你学了 基本上都是可以得分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财政授权支付 这一块相对来说会复杂一点 那我们刚刚讲财政直接支付 是直接把钱打给供应方 比如说打给自来水公司 对不对 但是授权支付呢 是把钱打给用款单位 就是钱是打给我们单位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收到财政授权支付到账通知书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单位收到钱的时候 我们怎么处理 比如说财政拨给我们100万 我们怎么做 财务会计这边 我们肯定是要确认收入的 对不对 代方确认财政拨款收入 那么借方呢 你不能寄银行存款增加 财政拨给我们的钱 我们是通过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这个科目来核算的 你别把它想的太复杂 它就是现金 只不过这个钱是财政拨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寄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所以代额度的 它代表的就是现金 是我们能花的钱 这就是我们财务会计的处理 那既然你涉及到额度 涉及到现金了 预算会计是不是也得处理呀 代方的收入加上预算俩字 借方不是现金吗 我们换成资金结存 这就是我们收到额度时的处理 那我们在花钱只有额度时候呢 你比如说我花了80万 那是不是我们财务会计这边 代方就去减少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80万呀 借方我们寄到相关的费用当中 那我们预算会计处不处理呀 你这涉及到额度涉及到现金了 预算会计得处理吧 代方的额度换成资金结存 借方的费用换成相应支出 好首先这两块账务处理 你要掌握 一个是收到额度 一个是支用额度 来看例题 二某19年3月 某单位根据批准的部门预算和用款计划 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财政授权支付用款额度18万 这是他申请的 那么到了4月6号 经财政部门审核后 以财政授权支付的方式下达了17万 所以他最终其实是下达了17万 那么到4月8号 该单位就收到了带领银行转来的授权支付到账通知书 所以我们收到这个通知书的时候 我们怎么处理 财务会计这收到钱了吧 我们借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17万 代方财政拨给我们的确认财政拨款收入 那看到额度就是看到现金 预算会计也要处理 借方的额度换成资金节存 代方的收入加上预算俩字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他后续的账务处理 那刚刚我们说了 是不是举的那个例子 先收到了100万 花掉了80万呀 那我的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是不是还有20万的余额呀 但是他叫零余额 那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到了年末 他不能有余额 所以年末我们就要做注销额度的处理 其实就是将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的余额 给他转走 转哪呢 转到财政应返还额度当中 所以你那剩下20万梅花的 我们先给他转到财政应返还额度 因为他是零余额 年末不能有余额 这就叫注销额度 好 那么财务会计这么处理了 那你发现没有借贷方是不是都有额度 都是现金呀 预算会计得做吧 我们借贷方都换成资金截存 这就是年末注销额度的处理 那么到了下年初呢 他还要把额度恢复回来 那实际上就是做一个相反的处理了 我们再由财政应返还额度 给他转为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做个相反的分路 那借贷方都是额度 都是现金 那我们预算会计也要核算 都换成资金截存 这就是我们财政授权支付这块的第二个处理 就是年末注销额度 年初恢复额度的处理 还未完 他还有最后第三块处理 你比如说我们刚刚收到的是100万 但是我告诉你 我当年的预算指标数是150万 那你实际下达了100万 那这个差额50万 是不是就是我们没有下达的指标呀 但是它确实是我们当年的指标 怎么办 预算会计这儿 我们这没有下达的50万 我们要在当年去认收入 那借方呢 还没收到呢 所以这是财政应返还的额度 那你看到额度 是不是看到现金了 那我们预算快捷也得合算吧 贷方的收入加上预算两字 借方的额度换成资金结穿 那么等到我们下一年收到这上一年 为下达的额度50万的时候 我们怎么处理 你收到了这个额度了 那借方就可以计0额账户用款额度增加了 那贷方呢 就没有应返还的额度了 那你看 那你看借方 贷方 是不是都是额度 都是现金呀 我们都换成资金结存 好吧 所以到这儿 授权支付就讲完了 来看看例题 19年12月31号 某事业单位 依据代理银行的对账单 将15万元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予以注销 所以它首先涉及到的是年末注销额度的处理 来先把这分路做了 注销额度是不是就是将零额账户用款额度 转为财政应返还额度呀 对不对 所以借记财政应返还额度 代记零额账户用款额度 那你借贷方都是额度 都是现金 来预算会计 借贷方都是资金结存 那么等到下一年的年初呢 我们是不是要恢复额度呀 来再做个相反的分路 我们再给它恢复回来 所以借方增加零余额 代方充 财政应返还额度 那借贷方我们都换成资金结存 这就是注销额度 恢复额度的处理 好还没完 还有其他的资料 大家看一下 那另外 本年度财政授权支付 预算指标数 大于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以下达数 那么未下达的用款额度是20万 那对于未下达的这20万 我们怎么做呢 是不是在年末的时候 我们要确认为当年的收入呀 因为你这是当年的指标 但是还没有下达 借方我们就计财政应返还额度 那你借方是额度是现金吧 预算会计得做吧 换成资金结存 代方的收入加上预算两算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年末不计指标数的处理 那么等到我们下一年收到这个未下达的额度20万的时候呢 哎 我们借方就可以增加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了 代方就可以冲掉财政应返还额度了 同样额度就是现金 我们借代方都换成资金结存 好 那么到这儿 我们这两类比较重要的业务就说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非财政拨款收支业务 这里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事业收入这一块 尤其是采用财政专户返还方式管理的事业收入 因为这一块我们是有一个单独的例题的 那我们直接看例题吧 假事业单位采用财政专户返还的方式管理部分事业收入 那么9月5号 该单位收到了应上缴财政专户的事业收入600万 那9月15号 他就将上述款项上缴财政专户了 那么到10月15号 收到了从财政专户返还的事业收入600万 那他怎么做处理啊 首先他在收到应上缴的事业收入时 他是不能确认收入的 借方式银行存款600 代方呢 我们是确认负债 因为这是应上缴财政专户的款项 所以我们确认负债 那这一块虽然它涉及到银行存款现金了 但这一块我们预算会计是不合算的 那我们再来看9月15号 向财政专户上缴款项了 那上缴款项 是不是就要冲掉应缴财政款了 冲掉负债 代方银行存款减少 好 接下来就是10月15号 我们收到人家返还的收入了 那么返还回来 我们就可以确认收入了 借方银行存款600 代方确认事业收入600 那这里我们预算会计就要合算了 那借方的银行存款不就是现金吗 换成资金结存 代方的事业收入加上预算两字 事业预算收入 所以这块你把这道地题能够理解了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预算结转结余及分配业务 那这块我没有给大家放具体的分路 你把这一块我们的相关处理原则搞清楚就行了 这就类似于我们企业会计 是不是期末的时候要将收入费用转本年利润呀 然后本年利润是不是还要转利润分配呀 所以这块我们也涉及到一些相关的结转 你把这个结转搞清楚 知道谁该转谁就可以了 那对于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大家注意 我们期末是转财政拨款结转的 那对于符合结余性质的结转 我们要转到财政拨款结余 这条线你清楚了就行了 那对于非财政的专项资金收入 专项资金支出 我们期末是转到非财政拨款结转的 那对于留规本单位使用的 我们再转到非财政拨款结余 好 接着来看 那如果是经营预算收入 经营支出呢 我们是转经营结余的 那当经营结余是代方余额的时候 我们再给它转到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 那也就是说借方结余就不转 那么借方结余是什么呀 不就是经营亏损吗 亏损的时候我们就不转分配 那最后一个 如果是其他收入 其他支出 我们转其他结余 最后这个其他结余去哪呢 行政单位的 我们转到非财政拨款结余 那如果是事业单位呢 我们转到非财政拨款结余分配 这就是我们预算结转结余及分配业务当中 我认为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 所以你能够对号入座就行了 你看专项资金收入 你得知道它转的是非财政拨款结转 对不对 其他收入我们转的是其他结余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净资产业务 这就财务会计这边的业务了 这就更像我们企业会计了 我们企业会计是不是收入费用转本年利润 本年利润转利润分配呀 这块同样我们也要关注的是结转 那么到了期末 我们的收入费用转哪 它是转本期盈余 那么本期盈余在转哪 转本年盈余分配 最后本年盈余分配转哪呢 累计盈余 那除了本年盈余分配之外 我们的无偿掉拨进资产 以前年度盈余调整 他们也是要转累计盈余的 所以如果我问你 下列各项中年末没有余额的 有谁呀 收入费用 本期盈余 本年盈余分配 无偿掉拨进资产 以前年度盈余调整 他们都没有余额 因为他们的余额都转走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净资产业务这块 比较重要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资产业务 首先来看资产的取得啊 那外购还有自行建造 其实和企业会计差别不大 外购我们的成本不就是价税费吗 自行建造必要之初 那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接受捐赠的非现金资产 它的成本怎么确定 我们是分层次的啊 首先如果有凭据的 我们按照凭据注明的金额 加上相关税费来确定 那如果说没有凭据的呢 那我们用评估价值 加上相关税费来确定 那如果说没凭据也没有经过评估的 我们就用同类或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 加上相关税费来确定 那如果无法采用我们上述的方法的 那就是人民币一块钱 民意金额来计量 好 那对于无偿调入的资产 我们用调出方的账面价值 加上相关税费 那置换取得的呢 这块了解就行了 我们用评估价值加上支付的补价 加上其他相关支出 好 这是资产取得 那么资产处置这一块呢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不同的处置方式下 我们处置资产时 它的账面价值是转哪 如果是一般情况 我们的账面价值是转资产处置费用的 这就类似于我们什么呀 我们企业会计处置固定资产 你是不是按照账面价值先转清理呀 那如果你是盘赢盘亏报费回损呢 我们的账面价值是转入贷处理财产损的 那如果无偿调出呢 我们的账面价值是充减 无偿调拨净资产的 好 我们再来看看固定资产 那这里的固定资产一般包括什么呢 房屋 购置物 专用设备 通用设备等等 这个你自己看一下就行了 那提示当中的这句话你可以注意一下 有可能考你一个判断题 就是单位价值 虽未达到规定标准 但是使用年限超过了一年 不含一年的大批同类物资 我们应当确认为固定资产 那么固定资产 我们是按月计题折旧的 那么计题折旧的分路 我觉得了解即可 那这里的提示 大家需要关注一下 我们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 你注意了 当月计题折旧 当月减少的呢 当月不再计题折旧 这是不是和企业会计 刚好是不一样的 我们企业会计呢 是当月增加 下月计题 当月减少 当月照题 那提示二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哪些固定资产不提折旧呢 文物陈列品 动植物 图书 档案 单独计价入账的土地 以明义金额计量的固定资产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提示 固定资产提足折旧之后 无论是不是能继续使用 不再提折旧了 这跟企业会计一样吧 那提前报废的呢 我们也不再补提折旧了 这两个都和企业会计是一样的 好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长头这项资产啊 其实这块 它跟我们企业会计 也是有相似的地方 它也有两种核算方法 成本法 权益法 我们一般采用的是权益法 那如果说 无权决定被投资单位的财务经营政策 或者无权参与它的财务经营政策的 我们采用成本法 所以这个适用范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其实我觉得具体的会计处理 跟企业会计是类似的 所以你企业会计那如果学会了 你看这块 我们直接就可以做21年的这道单选题 二某19年1月1号 假事业单位银行存款2000万 取得了40%有表决权的股份 然后采用权益法核算 那我们这个长投当时 是不是就是按2000万入账务 那19年 乙公司是不是实现净利润500万呀 那么大家想想 实现净利润的情况下 我们权益法怎么处理 按照持股比例 是不是调增长投呀 所以我们的长投要调增200万 然后到了3月1号 乙公司宣告发放现金股利200 你想想 宣告股利的时候呢 是不是跟我们企业会计一样 我们要去怎么样 我们要去充减长投 所以这块是按照持股比例去充减的 那么3月20号实际支付现金股利 那支付就不影响我们这个长投的金额了 对不对 然后现在到了20年了 乙公司发生了亏损100万 那亏损的时候跟利润相反 利润是增加长投 亏损就是充减长投 按照持股比例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道题问什么 就问我们20年年末 长投的余额是多少 那你算一下 一开始是2000万 增加了200 这里减少了80 最后又充减了40 所以最终我们长投的账面余额 应该是第2080 所以其实这块我觉得 你倒没有必要太纠结于他的会计处理 我怕你把这个处理学会了 你忘了我们企业会计的处理了 好 所以其实他的思路都是一样的 你企业会计那儿学好了 基本上我们的处理原则都一样 好 那么到这儿呢 我们政府会计这一章呢 就全部都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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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